那么其实资策会也是在李世光董事长从2011年担任资策会执行长生 他就提出了科文共域的这个理念 我们加上了人文还有艺术的发展 所以在我们今天活动的最后呢 我们将来体验一下资策会在人文艺术领域的科技柔情 那么其实资策会从2014年开始 就在我们南投的中兴新村推动了各项创生的服务 那么在李世光董事长还有创始天使投资人 也就是财团法人亲爱音乐文化基金会 李正章董事长的这个大力支持之下 我们开启了资策会 以及南投县仁爱乡亲爱爱乐弦乐团合作的契机 那么藉由双边的合作呢 其实也开启了很多智慧学习 甚至是一些AR等等工业创新的实证 竟然呢帮助了非常多热爱音乐的孩子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在科技的促进之下 帮助他们学习音乐 在音乐的熏陶之下成长 并且呢也跟我们在场的贵宾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青年爱乐弦乐团的小朋友们 他们在2017年两年前的时候 参加了维也纳国际青少年音乐节 获得了弦乐合作的冠军 所以今天呢他们特别来到了台北 要带给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嘉宾 并且献上他们对于资策会 40周年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新的爱乐 弦乐团的孩子们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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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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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